网路送中的答案 比如说以哪一题 所属单位查询这一题 这一题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他的问题很简单 他的问题就是 所属单位 比如说这个人 他应该是哪个单位 当然答案只是说他为了要让我知道 对还是不对 所以这个理论上将来这个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他所属单位应该是要看哪里 看这边 他是这个单位的 所以应该高明明要把这个居单位的资料 把它查过来 OK 可是问题 这边是用H-LOOKUP可不可以 其实应该会有问题 或V-LOOKUP可不可以 其实也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要找到他 但是我要带回来的资料 他跟他的规则不一样 因为我们如果用V-LOOKUP或H-LOOKUP 一定要是第一栏或第一列 但是以这一题来看 它不是在固定的哪一栏或哪一列上 所以就不能用这两个函数 那其他的话 当然你可以试试看 像Offset,Index,Index 不过最后我发现 干脆直接写VBA算 OK为什么 因为你想半天最后 用VBA来解决 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 但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的想法就是说 那我怎么去写这个呢 其实理论上就是什么 应该把这个 所以for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这么多人 然后做什么呢 把它的Sales的I列的A栏抓出来 抓出来做什么呢 去跟什么东西比对呢 跟这边的这个范围比对 也就是把这边每一个每一个范围 是不是跟他一样 是不是跟他一样 好 这个跟他一样 那如果抓到的位置 我就把它最上面 特别是如果比如说我今天找到是G2 那我只要把那个G保留 把2改成1 再把这个G1带到那边去就好了 结果就跑个回圈嘛 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把所属单位的结果全部跑完了 OK 这个答案云端上也有了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回去可以玩玩看 这个答案在哪里 在所属单位查询 在这里 所属单位查询程式码 你又把它打开 这边就有答案了 所属单位 然后清楚 还有Function OK 这个怎么写 不过基本上的话会有两个回圈 OK 细节部分如果有兴趣同学回去可以玩玩看 我看我们后面有时间再跟各位讲解 因为这毕竟 其实你会发现 在Excel工作上面有很多问题 用Excel 还是无法满足 即便可以满足 也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 干脆 写VBA算了 VBA里面的重点不外乎什么回圈 回圈就是说 你把所有的做地毯式 这个回圈指的是 我要比对的什么 比对的这一个 所属范围的 这一个 从这边 从2到 最下面一列 然后另外一个回圈指的是 这里面这个范围 的所有资料 两边比对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比完之后 中间会有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抓到的那个储存格跟 我现在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内容 一样的话 那就帮我把他的那一列 那一栏的第1 列资料帮我复制过来就好 然后最后离开回圈 就OK了 程式不多 但是其实还蛮好用的 所以这部分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难度会比较高一些 谢谢 好 那还有其他题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不妨列席看看 那我们先不要讲 比较 太复杂的 我们先讲简单 以这一题来看 我们刚刚是用那个什么 如果我希望 如果我希望 把这一题 改成用什么 所以我在感受器按住 拖拉 改成VBA来解的话 那怎么解 也就是我今天 我不要用VBA函数 我不要管了 反正我不会VBA函数 我只会用VBA的话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会不会很难写 不会 一样一个for回圈 一个逻辑判断 再怎么样的把资料抓过来 就OK了 那写的方法的话 一 我们一样 就是在这个开发人员里面 再增加一个什么呢 增加一个 模组 所以特别是 开启VBA 找到你们自己的这个档案的 这个什么呢 VBA的project 按右键 就这个是你们的专案 插入什么模组 第二步的话呢 就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sub名称 我sub名称 我取叫什么 我看一下 我这边 叫查询 OK 那这个是最后的答案 我们如果说要给一个sub 就打一个sub 空一格 名称叫查询 直接Enter就好了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一样 我们就是先写范围 我要查的范围 就是从这边到这边 所以for I 等于什么呢 等于第3列 到 第10列 OK 打错了 Enter两下 打一个next 这个都固定了 我们打了n遍 然后做什么呢 一复 如果什么呢 我现在的这个储存格 这个 这个叫range 如果这个叫range 我要比的range 就固定的位置 range的 h h4 他里面的资料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我现在要找的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叫sales the I列的A欄 如果两边比一下 一不一样 如果比对的话 然后呢 and if 我先把if打完 and if先打 我就把什么呢 把 他找到的资料 复制过来 前面有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写过 类似的 h3 对对对 看歪了 因为这边看到4 所以这个有时候会容易误导 不过没有关系啊 跑一下就知道了 那再来的话就怎么样 帮我把 他的同一列的什么呢 bc d1栏 放在 h的4567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希望 call过来的 被call过来的 一定写在前面 来源的话呢 一定写在后面 所以哦 写法特别重要 如果我要call的话 我要把什么 h4 直接call的h4 这个储存格的来源呢 就是b籃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啊直接 我有时候偷籃就是拿这个 直接call过来 改成b就好 然后这边改成b 然后enter一下 底下的话呢 就一个罗伯尔坑嘛 这边改什么 改5对不对 下一个 那来源是什么呢 c嘛 有没有 就是 h 假设这一个 这个是放在这里 这个是放这里 一个罗伯尔坑嘛 然后底下都一样 所以这个 就是这两个列 直接 贴一下 4567嘛 然后把它call到哪里呢 call到 bcde OK 这样应该可以看同意识吧 好 程式 就写完了 看一下 OK run一下 比如说今天 004 张宏才 如果是002 但是它有个缺点 就是你可能还要需要 再按它一下 它没有办法像 像那个刚刚 我们用函数的话 不需要再按一下 比如说可能 比较麻烦一点 我要不要按一下 有没有 如果再查001 必须再按一下 它才会work 不过啦 我是觉得 应该也不影响嘛 你去按一下 可是还是有同学说 是 可是感觉 刚刚那个 函数比较方便啊 那有没有办法说 可不可以 帮我们 写成不要按按钮 就是我不要按钮 也可以wor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不要按钮 也可以work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还 必须要多学会什么 所谓的事件驱动 什么叫事件驱动 就是 我本来是按下这个事件 这个按钮它会触发一个click 就是按下去 它会去执行那个sup 那现在我并不是按click 我是什么 我是让这一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做变更的 所以特别注意 事件驱动是有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储存格 被变更了 被change了 它就会触发 那你就执行什么 执行那个查询的方法 就ok了 只是说呢 难度比较高一些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刚刚这个地方 如果 我不要用那个 v-ran数 我要把它改成vba 程式该如何撰写 OK 其实难度不高 有没有 没关系这些程式都写过 如果 for i 有没有 如果 逻辑嘛 然后把资料分别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抠过来 这个可以做很多地方 像表单有没有 我们之前不是做表单 也是一样嘛 ok 所以以后 我是建议你们尽量学活的 不要说 这十倍也没意思啦 不管说你知道在哪里 反正就从 后面这边 抠到前面来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但是 其实 这边还可以再精简 怎么精简 你想说 老师这边是不是可以再让它写成一行 如果你的栏数 你很多栏 那你岂不是要写很多行吗 有办法把它写一行 其实是可以的 概念 刚刚才学过 比如说我今天是004 这个是一个range Copy到哪里 Copy到这个范围 不过好像 如果形状不一样 好像 还会有问题 先把这个先做出来 因为它是横的 它是纵向 所以如果抠过来 变反方向 好像会有问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试一下 所以回圈加逻辑判断 加资料的 复词 OK